以后的消费潮复苏食品业能够感受到这一波复苏的动能吗 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仙今天谈到了对于下半年食品零售市场的景气看法 他预估前景难测 因为大环境人不稳定 尤其是缺工问题弥漫各行各业 而原物料的价格持续维持高档 也连带影响到了统一物流园区的新建成本 增加了15%的幅度 真的没办法看 你看我们上半年在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一样准 每一天好好活着 这个比较实在 谈到下半年景气看法 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仙摇头苦笑直言前景难测 整营大环境不稳定 原物料直指掌又有缺工难解 所以我们也是在思考 我们这个店数越来越多 怎么样让门市人员的工作量能够变得更简单 或者更不要复杂化 降低一些这方面的冲击 但是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先前喊出商品会尽量动涨的罗志仙 目前仍然认为比起直接涨价 更希望建立模式优化成本 只不过原物料价格维持高档 也连带影响物流 园区的新建成本高出了10%到15% 一个园区大概都要100亿去跳 航空城它是属于一个园区的概念 所以它至少会有好几个单位或者温层会合并在里面 发现到我们的业务量比我们原先规划的又高了很多 同一超去年标下桃源航空城土地 预计斥资百亿元打造物流园区最快2027年启用 在30号股东会中也通过超额配发每股9元现金鼓励 加上门店数的大幅提升下 今年前4月累计营收突破千亿元新高 也让罗志仙看好今年营运算安心 不过作为统一超小经济的电商伯克来 今年首季却经见亏损 衰退幅度达111% 很不认同说你在图书上面要去用价格来做 我最近也比较关心他们 也很努力的再思考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平台 利用这个会员的基础 看能不能够在知识相关的这些商品跟服务上面 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 至于加勒服并购案总算通过公平会审议 预估待投审会审核最快暑假能交割 这也意味着统一确定可拓展中大型卖场版图 持续扩大整体零售市场的影响力 而初期会如何整合 统一表示将结合加勒服的自身优势 思考彼此未来有哪些资源可共用 顺应环境挑战市场趋势与方向不断变化 也持续考验着零售业的经营策略 记者赛江油彩人台南采访报道